大家好我是阿波 我现在位于北门路 大道新城的附近 这里有一间我上次经过 然后闻香下马吃过的臭豆腐 今天特别带大家来吃吃看 这家源自于花莲瑞穗的臭豆腐 使老板学习奶奶的手艺 原汁原味的带到台南来 转转迁移了几次 老顾客还是不离不弃 仿佛每日下午的例行公事 老板的行事低调 赋予了臭豆腐些许神秘感 也让探索美食过程中 增添了更多的乐趣 那现在我要开吃阿 这家臭豆腐非常贴心喔 它有两种模式 这种模式就是它会帮你用小块的 然后小块的呢 你就可以吃到更酥脆的豆腐 那如果比较大块的那种呢 这种 这种大块的它就是让你吃到豆腐里面的很细致的肉质 在这里做着吃你就可以不断听到油炸的声音 可是你不会闻到那个味道 因为你的臭豆腐上面会有味道啦 但是你不会闻到说那种很浓的那种油味啊 因为他们的臭油烟机做的蛮好的 它这里吃蛮舒服的 然后会放一点蛮特别的 是轻音乐 然后它有免费的红茶 可以在这里喝 吃一块给大家看 我感觉要近一点 用小块是比较酥脆的 好近一点喔 好近一点喔 非常酥脆超好吃 它豆腐它没有发酵过头 它豆腐还吃得到那种软绵的质地 其实还要介绍大块的我们吃 它中间已经帮你挖一个洞 所以你可以先加入辣椒酱 它的辣椒酱是自制的 非常辣喔 请酌量使用 酌量使用 酌量使用拜托 然后加一点蒜泥 加一点蒜泥之后呢 就再塞入泡菜 把这个泡菜 大力的塞进去就对 用力的塞 大力的塞 用力的塞 好 有没有有没有 然后用力的压下去 可是刚出炉很烫喔 小心 让我先好好享受一下它的臭味 好好吃喔 加点辣椒之后 整个那个辣先冲进来 然后蒜泥的味道才出现 最后就是那个豆腐细致的味道 超棒 真的有机会 绝对要来试 而且 小分的才四十块大分的五十五 真的是很便宜 吃臭豆腐最幸福的时候是 就是你咀嚼的时候 你去呼吸 你会发现 你的呼吸道 都会有一个 我觉得是香味啊 喜欢吃的应该是香味 你会在你的呼吸道 感受到那个香味 非常正 那就用这杯红茶跟大家说再见啦 记得按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部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分享